网络上看到过那种面包车 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台中居然还保留 坐车5年了 过来呢他们说是小时候 对小时候的回忆 我也过台北过来 啊台北可能比较少 很多人童年纪一直传承下去 他们说一直坐了第5年了 对 就像哭出来了 朋友们我现在就在台中 这次我来台中呢 就是不走寻常路 就要去体验一些 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尝试过 这个东西呢 在台北很难见 好像已经根本没看到过 可以说在台湾已经很少见了 台湾这几年呢 我经常追垃圾车 几乎每天追 但是从没有追过面包车 不知道你追过吗 我在网络上看到过那种面包车 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面包车呢 会每天穿梭在乡间小洞 承载了满满的美味和人情味 走到之处呢 都会有循着香味跑去的忠实顾客 装载着他们童年 咸咸甜甜的回忆 大层架 而且呢每个架上都放了 满满的面包 我在台北这几年从来没有见过 但我听说台中居然还保留着 今天就蹭蹭蹭炫过来了 但是这个面包车是神出鬼没 不对 是神神秘秘的 我今天就预先问他们 今天会在哪个地方 然后刚刚我一看 人有看去 他居然还在 太感动了 千年里面的面包车呀 他前面两个字是注音 那个叫 蹦蹦 蹦蹦那其实就是车子发出的 蹦蹦声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形象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我去看一下 蹦蹦面包车 天呐 这个就是传说的面包车吗 蹦蹦面包车 我真的有生之年 进到这个面包车本人了 真的是面包车呀 我以为面包车它只是一个 这种大车子的称呼 原来它真的是卖面包的 这位就是老板本人吧 一共有六层分装 这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 他就卖了那种古早味面包 比较多 就台式古早味面包 刚刚已经过去好几锅了 感觉很多人就是定时到这个点 然后来购买一锅 我这个时候买很多很多 它好笑的嘞 征求老板同意拍摄 可以吗 好好好 没事 很可爱和尚的老板 这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车 啊 这是面包车 就以前怀念古时候的那种面包车 那你们是一直在坐这个车吗 我们坐差不多五年了 五年了 每天坚持这样 在台中跑的 对 那你们每天会大概跑多少几个路段 不一定 我们有空的时候才会就朋友一起出去跑 哦哦哦 你们是有个车队吗 还是 对 就我们都自己做 哦哦每天都自己做 对 很辛苦 哦 哦 好 要一百块 玩玩一下哦 刚才采访了老板一半 他又开始忙了 这间电视音真的太好了 我就怕等一下 我小时那几款面包都卖完 年九八二四年 趁着现在没人再多采访老板一下 每天要做多少面包 就每天都要卖完 都可以卖完 几乎啊 差不多都会卖完 然后又来了一大拨顾客 就是每天你们多少人做 差不多五六个吧 哦 就大家有空就朋友一起做 一起做面包 哦那很好 就是有朋友一起做这个视野 对啊 我有在FB上问 哦 我有问就是今天你们会到哪一边 你先 哦 好 什么名字 名字 好 好 好像没有 六二五 谢谢 要带吃吗 好 五十五 你生意真的很好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们的招牌是香蒜跟葱 好好我正好不吃蒜也不吃葱 然后现在最新的是季节的 新的产品是这个芒果啪啪 阿哥他们说是小时候 对小时候的回忆 我以为我台北过来 哦台北可能比较少 没有每天嘛 冷吃连到的他们就知道 每个人都会有喜欢吃的 对 感觉困难 哈哈哈哈 这个是原本 哦 我可以 限定的大眼斩 那里面是什么 要不要试看看 它是黄色小米 现在抹成本 现在做的 是肉松 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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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一百哦 绿色的都可以放到 绿色的都可以放到 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 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 就很多台北人都不知道这样子 对啊 对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 我是当时在FB上滑到啦 看到他们在社群每天分享新鲜出炉的面包 很少看到这么用心的店家 酱吃吗 酱 不怎么爱吃 酱 放到这个 哦 谢谢 辛苦了 哦 那这个已经 哦 谢谢 很舒服 快走 好热情啊 台中人 他就想哭出来了 这个是多少钱 我给你吃 天呐 这个老板也太热情了 哦 粉丝团 好 谢谢 我今天真的收获满满 我本来只是买两个面包 然后老板送我的这么一大袋 而且他很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 他跟我说一下 他这个面包车的由来 和他每天就是要做的事情 特别美好的 很多人的童年 自己一直传承下去 他们说 已经做了第五年了 他好热情啊 台中人啊 有点想哭出来了 刚才我发现就不见 对啊 还好 你没做太好 还好 谢谢 拜拜 这个居然刚才 辣给老板那边 我笑死 这次让我见识到了 台湾老板有多热情 你们看看这个是 这个特别软 这个 骨骚味 这个 这个 奶油猫 比较软 很松软 这个是红橘芝麻 用小米搓成的 地瓜球 还有这个古早味的 花生 面包 最少冷藏的 感觉有点像大号本的肉松小贝 然后里面是 它还是很重 这个很沉甸甸的 我来尝一下面包味道怎么样 种古早味面包 葱面包 大蒜面包 但是葱和大蒜 我都是不 我都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味道 因为我会打嗝 打嗝嗝就特别臭 所以我就 就杜绝这种面包 像花生啊 然后像那种肉松面包 我就很爱 还有什么克林姆啊 奶露 但是我去的时候 这些已经都没了 卖没了 葡萄 椰子 奶酥 还有什么柠檬糖 都是台式面包里很常见的 这种话就主打一个松软 我是面包达人 看它这个质感就知道 这个质感是我爱的 Q弹中有嚼劲 我不想喜欢吃软面包 虽然是很多人小时候的面包外形 但是它有更加有品质 上等次的内心 这种原料啊什么 都是挑选过的 更好的 奶油 面粉什么 吃酱 要不吃这个 知道这个民族 还有一位吃地瓜球呢 好Q啊 有点像甜甜圈的口感 那我还是这面圈 好好吃这个 好好吃这个 面包做得不错 回弹度很高 大家如果来台中 一定要来打卡一下 终于被我追到面包车了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最终爆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说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